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脚膝带略微弯曲 之后两脚脚踝稍微用力绷紧 大腿发力 做到前脚往后滑 同时后脚抬起 第二步 前脚顺势放下 同时后脚往后滑 换脚同力 为了将Roundingman做的尽量完美 我们要注意以下细节 一 两脚方向尽量保持平行 在滑行的过程中也一样 二 两脚之间的距离不要太远 也不要太近 自我感觉舒适即可 然后在滑行的过程中 两步滑动的距离尽量保持一致 最后一点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那就是在Roundingman的过程中 没有注意自己的上身 首先 肩膀前后晃动的幅度不要太大 然后 双手可以跟着脚一起运动 例如 大家可以从视频里看到 有各种类型的Runningman 在我们看来 决定Runningman变化的因素有两个 一 抬腿的高度 二 两脚滑行的距离 例如 一 抬腿高度低 滑行距离短 二 抬腿高度低 滑行距离长 三 抬腿高度高 滑行距离短 四 抬腿高度高 滑行距离长 一 勾脚 这是新手常见问题 若你发现你抬腿的脚和你的举号的距离相当近 相当近 相当近 那么 你有勾脚的嫌疑了 对于勾脚的详细定义以及纠错 请看鬼步贴八 精品铁铁肢 勾脚 史上最详细最科学的勾脚定义 新手必要 二 抬起了脚落地时 脚尖 脚跟 或者全脚掌落地都没有问题 三 若跳舞过程中感觉膝盖明显有不适感 请立即停止 不然后果很严重 视频的最后 希望收学者会多喜欢 多喜欢 祝大家 与与进步